前段论坛里面 我每一次都会贴 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是第1,2,3 今天第4次上课 这边有列表 我会把每一次上课都列个表 基本上我们上礼拜 大概就是把回圈部分 输出三角形 做个说明 for回圈 如果你要用 类似998表的方式输出 要两个回圈 for I for J 但是因为在Python 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你自串如果要输出几个的话 你可以乘以一个数字 输出一次就乘以一 两次就输出二 所以其实我们输出三角形 但如果用自串乘以几个 乘以几个数字的话 它都会把我重复 利用那个方式比较简单 当然我们有正向反向 那另外的话把那个for回圈 再改成fire回圈 那其实一般的 当然重复做什么样的动作 其实Python里面 大家不爱for跟fire 不过理论上用到fire的几率 用for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那for的话呢 又有那个for 在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会for I in range range你跟他讲 另外一种叙述方法 就是for each的叙述方法 就是你把那个物件里面 或那变数里面 或那个串列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 通通全部帮我 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那种叙述叫for each 后面会用到 那两种方法 其实都还蛮重要 那两种写法 你可能要熟悉 否则的话 有些状况 如果你该用那个 就是一个范围抓取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 我只要抓某一个串列里面的 比如一个串列 假设他里面100个资料 那我只要抓其中部分 比如说我要抓1到10就好了 我后面不要 那你一定要用range 但如果全部抓的话 你要用for each的写法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那其他的话 那另外就是说 你也可以把什么呢 像之前我们写过的东西 用那个就是VBA在改写过 那其实你会发现 他其实写法稍有不同 不过大致上 如果Python也可以写出来的部分 其实VBA也可以写得出来 只是说你给他找到 有些东西 他的差异的地方在哪里 那另外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有练习一个 就是植数的判断 那植数当然我们也讲过了 除了遗憾 他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中间的 其他的数字整除的话 所以你这个脑袋里面 要一个跑一个回圈 那for ID range的话 那那个range我们其实就是 除了1 所以从2开始 到自己的前一个 所以后面斗点 range后面的就是把自己 比如一个输入的那个词 放进去 然后判断一下能不能整除 整除的话 就是有没有余数 余数是不是为0 所以用person person就求余数了 那一样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就是写完的 Python的程式 一样我有把这个程式改为VBA 那改的方法的话 在云端上有 如果你一些细节 假如是还是不是很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再把云端上面的程式 稍微看一下 那云端白板里面 当然有放 所以上个礼拜 是第三个单元 这个回圈的资料结构 的部分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VBA部分 其实这边都有 但是我基本上 有一些会写VBA 像有一些会 改写成VBA 不过有一些题目 可能不是媒体都有改写 所以我会大概改写几个 那剩下来的话 请各位也许自己再花点时间 把它那个Python写完之后 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它 试着在 Essal里面VBA 再改写看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上个礼拜 有提到 总共会有三个练习题 这个三个练习题的话 基本上呢 大概就是 总共第一个 第一道题目就是 总共我们三题嘛 第一个都猜数字 那这个猜数字的话 就是说呢 你让使用者猜什么呢 猜那个1到20之间的一个数字 当然我这边 不是只有到1到20 未来你可以把这个题目 弄得更复杂嘛 1到50 1到100都可以 但是你这个间距越大 越难猜 所以你要考量到那个 猜的那个数字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的话 真的太难猜 1到20还好吧 那猜的方法就这样了 反正呢 我只要输入一个值 第一个 第一个他要 这个先用random 在背后帮我产生一个乱数 那乱数的话 就是1到20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有个input 让使用者去输入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我做一个逻辑判断嘛 判断什么 判断他猜的数字 跟什么呢 跟那个random出来的 那个数字一比较 是太高还太低 或者刚好猜对 所以逻辑你跟他判断 是不是太高 太高的话 你跟他讲 太高了低一点 或者是太低 太低了 再高一点 或者正确的话呢 那恭喜答对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第一个 如果出 当然我先猜中间 先输入10好了 OK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要跳出什么 这时候呢 不过你会发现呢 我输入之后呢 如果我没有答对 那他就会怎么样 继续叫你要再回答 直到呢 你已经答对为止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要有个回圈 那回圈呢 当然你也不知道说 他会猜到几次 才会猜正确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for回圈呢 就比较不好拿捏 比如说你不可能 for eye in range 你要猜几次 除非说你限制他几次了 你就for eye in range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时候用坏回圈 可能比较恰当 好 坏回圈的话 那让他可以进到回圈里面 然后直到他回答 答对的话呢 就跳离 跳离的话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你可以用break 所以如果坏的话 一般会配合一个break 让他跳离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什么 我猜了一个10 然后他提示我 OK 所以我后面有个random 他比一下 他比一下之后的话 他判断出 你这个 我这个数字太低了 所以基本上会大于10 所以我们已经把那个 范围已经再缩小了 OK 刚刚是1到20 现在变成太低了 那要高一点的话 就11到20 所以我在11到20之间的话 我再猜一个 比如说16好了 OK Enter 太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又缩小范围 那就可能11到15之间 所以我再猜一个 太高了 然后就把它再猜一下 13好了 Enter 还是太高 OK 所以 11 12 只有两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现在再把这个数字 假如我猜12 Enter 恭喜答对了 那他除了说会出现恭喜答对之外的话 他也结束了这个回圈 OK 也就是基本上我是用话尔回圈 那除非说以这一条来看 你可能限制使用者最多只能够拆三次 如果他拆不到三次就强制跳离的话 那你就用4回圈 但如果不是 比如说你拆到对为止的话 那你就用话尔回圈 这题目 这个地方程式该会拆卸 请各位想想看 OK 那重点特别注意哦 我们要乱数嘛 1到20之间 所以我们会利用呢 一个叫random 一个叫random的一个 一个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呢 这个好像之前我没有用过吧 random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稍微记一下 反正以后呢 如果你要踩这乱数的话 就用random 那random之后配有一个叫random range 这个random range的方式 这个方法 其实跟那个range还蛮像的 这个random range的话 如果你要在1到20之间的话 那一样 刮斧后面的话 加一个1 到哪里停止 那停止记得就是跟range一样 这个后面这个数字 的前面一个 所以1到20你就21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当然了 这个地方其实你未来 如果说要写一个什么 模拟那个大乐透开奖程式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它也可以那个什么 乱数 但是你可能要跑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你会有那个7个数字 OK 其实也是用法一样 所以以后反正 你要产生乱数 用这个方法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让它拆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想想看 其实城市 没有几行 手工托托 愣 主 Pitts 感谢观看